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这次打算把这张L-O的提鼠莫伦普拿出来稍微玩一下啦 好不容易终于把它给抽到了 当然就是要把它给拿出来使用啦 非常非常不错啊这个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十二期必杀的 那个破坏光断的那个必杀动画 非常的漂亮啊 它整个分镜做到很好 可以叠攻 也可以叠防 超级猛的 然后基本上的被动 趴数都是跟立双人同样啦 然后赤属性株可以多加一气也是同样的 然后中确立必杀机最佳发动 差别在于它们 吸收之后的一些些差别啦 变身之后 这边的话 Begito那边是增加了 会心的发动力 这边的话是中确立必杀机最佳在发动啦 还是有 然后七役的取得 同样是什么任何七役都可以再加多一气 最后就是最后的登场五回合内 七力加五 然后可以封一个敌人 必杀技五回合 这个在战斗路虽然说是有用 可是叶 可是 你四回合才能变身 基本上战斗路都打到七七八八了 等它变身出来 嗯 作用好像是小了不少啦 然后我自己这边的话 连接是练到了一半啦 最近感觉连接升很慢 不太有运 已经是拼命在打的 然后 就以这样的队伍来打一下这个龙族历史 vs波伦普鲁啦 就普鲁自己打普鲁 中间 暗插了这个 赛鲁完全体 OK 然后这一轮的话 我是打算让两只体属的LL普鲁走一起啦 然后一直变身 一直不变身 可以达成六条的连接 虽然说那个魔王角色那条连接连不动啦 可是因为 不管是我自己这边或者好友的 都没有把那个连接给连上去 所以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OK 就这么个摆法就行了 剩下的就是能开一招就好 好 OK Let's go 哎呀 不过 哎呀 另一只摩伦普离 离这边有点点 没关系 慢慢调整 才开始嘛 有的是时间 首先是这个胖狐 不过打狐狐其实蛮麻烦的 就是这个最初始终的 它会变那个糖果 把那个气毒变成糖果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麻烦 好 好 现在鲅队啦 到现在来自 已经变得非常强了 我很可惜就是 那只只属的小鲅 我没有 不然的话会更加的 更加的理想 嗯 这边的话我暂时先 这个样子来搞先 因为这只交替鲅 打算是让它跟 跟那个立的变身鲅 把一起嘛 所以就是要把它给移过去 OK nice 防御力 升起来 漂亮 再来嘛 联机 欸有 就是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一下 真的是太爽了 这三联机 卷着对方的脖子 然后给他下一箱 搭配了 然后追击 联机两个追击 哇真的是很帅 我想单冲 在全球 全球 全球 全世界同时CP活动里面 出来的两张L-O 呃 利双人跟这个L-O的剃谱 我个人是更喜欢剃谱的那个 必杀冬瓜啦 更加有感 OK 没有任何连结的这个胖谱 交替谱 攻击力真的是不能看 他必须要完全变到二补无够后 才能整正发挥他强大的威力 看起来是 不太有机会开到超臂就是了 也没关系 My God 慢慢来 反正这边怎么打的威力 威力 nice 前段这边因为整个队伍上全部都是提死的 打这只胖谱打得特别慢就是了 183万的攻击力 算是不错了啦 变成谱谱 这是隶属的 还蛮期待未来他极限这里的 可以改的强一点 哎呀 我的nice是没开到招了 有超臂杀 nice 就这样白天 还在 还在做那个位置调整啊 下一回合就第五回合了 这边的话我就希望不要扣到血了 不然有点危险 咦 这边扣到血最多也是被压到80%以下 哇 80%以下吼 他就是吸收物品克斯的呗 哎呀没咯 有什么必杀对着我的体股来 轻轻松松的接啊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vs摩伦普这个龙属历史 有一个挑战好像是要 回合挑战吧 是20回合是吧 有点忘了 早期通关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就通关了 带着最强一系列的队伍 直接clear到完 哦 今年这个六周年嘛 哦来了吸收4 ok吸收5反 nice 中极5反 这样的话 最强悍的角色登场 普无吸收 ok 当然是就是这样子摆的 这个是不用想的 然后等一下这一只交替普 在变身成二普屋的时候 连接就几乎满了 非常好 稍微看一下 现在整体的攻防能力都还相当的优秀啊 好 刚才说到一半的就是 今年六周年嘛 龙珠历史都还没有开出来 我想一下 可能就是出第一 VS第一 第七宇宙 要么就是VS第七宇宙 要不然的话就是 出多 要不然就是一关第七宇宙 一关就是第七宇宙 打过的敌人也是不错 这样的话 有两个关卡让我们赚死的话 我就不相信这个 六周年啦 这种大型活动会不出 不出龙珠历史吧 因为上次在上一篇的那个 第二弹几时开的那个 那个影片中 其实有一点错误就是 最后一期的这个 龙珠历史是VS邪恶龙啦 之前搞错了 现在就是补回来 然后 从邪恶龙是十月份的时候推出 直到现在已经将近三个月没有龙珠历史了 所以这一轮六周年 怎样都是会补一个龙珠历史给我们的啦 到底有一个 三十到四十颗龙石可以赚 这一点还是重要的 然后稍微这边 敌敌口口的全部拦了一下 应该又是可以凑个一百五十颗龙石 用人再来凑多一轮啦 大概嘛 我大概就是放弃 顶传说降临的啦 全部就用来凑这个 凑这个限定 重复杂攻击了 顶传说降临的话 应该是会在 17号开吧 17号 没错的话 2连法的赛鲁 所以变成乒乓乓 两次 直接是接近20万的防御力 超猛 就是賽魯 幾乎是可以跟那個 那個少年期的巫犯同一個等級 我是這樣子覺得 同樣都是硬棒棒 這邊打起來其實還蠻輕鬆的 整個普隊完全不需要依靠我們自己來補血 不過下一回合我看就差不多該要開加工道具了 圖戰隊玩起來就是爽 完全是不用擔心血量 每個回合都在回血 被動有的回 連接有的回 超爽的 不愧是不死戰隊 然後在補助方面 補助方面我個人覺得我是大概少了一隻 目前防禦力已經差不多31萬 31萬夠了 好友的這邊就直接變身了 讓好友變 畢竟好友的開路開比較多 嗯 哈哈哈哈 這樣好了 我剛剛還可以加強勁 快要輕鬆 我還是有少許苦 甩這個這種 壓力啊 這種敵人的 太爽了 然後 夾攻道具 五回合的直接開 话说这个快速龙我带着是带着啦 可是血量完全不会被压到70%以下 超级超级硬啦 又硬又耐又能回血 被扣掉几万几万的血 然后下一回合又补回来了 超轻松的有没有 这个连接一下去直接破600万的伤害啦 超nice的 不过在之前我的攻击力是没什么跌到太多啦 稍微有点可惜就是了 OK 也是能变的 直接来啦 不用等客气的意义 全部都是还原景点 这只交替谱我本身是还蛮喜欢的 OK 连接的话是可以连到5条连接 还不错 然后这边的话连到满耶 我的这个变身 连到满了 这个攻防能力14万啊 14万的防御力好满喔 然后那个无限的再生就没有 这一只中极物饭没有 然后这一只 这只记得蛮不错的 尤其它变造恶仆的形态的时候 赤红族就能增加那个会心发动力 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又提升到50%的 啊 竟然被封掉 屁下去了 提升到那个50%的减伤 在各种关卡内 长期关卡啦 只要可以耐过前面的话 后面的话就很容易打了 OK 我还蛮希望可以再开拖一路啊 这个变身服务 然后 再交替服务 这个服务真的是全部都叫服务 念到很时常会口误啊 这个交替服务可以再开拖一路的话 会蛮nice的 OK 这边的话是可以达到 6条连结啦 不算这个 我们不 不把那个 魔王角色这条连结算进去的话 它满连结的情况下 就是连结的等级全部都是10的情况下 攻击的加成是可以达到80%的 然后防御力加成是有 是有30%吗 我没记错的话 非常的高 这个整个普攻队 对自己组自己的话 可以得到的加成真的是不得了 又是隶属了 这个蛮反的 遇到隶属的话就 就打很反的 还好是在我开完招之后 OK 第二发 下一个 下一个 暴击打不出来 连击也打不出来 这么样子下去是蛮烦的 OK 这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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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轮怎么样 该给我开招了吧 430万 攻击力是 非常可以的 嘴炮攻击 会变到很明显 三回合 攻防大幅上升 攻击力又硬 防御力又高 再配上减少被动 无懈可知啊 硬帮帮 超忙的 只是目前来说 不对的属性 要说属性不好 也不是啦 因为 38万 好高 让我这一只 来练一下 防御力还不够高 继续的升上来吧 这连技怎么都不触发 671万 nice 被克署了 那个 就算被克署也无所谓 敢赶得上 兇语 都看不到啦 都看不到啦 都看不到在这一边啦 嗯 可以啦 可以啦 虽然说攻击力不是到 非常的猛 啊 又被降攻了 反 剩下390万 我的攻击力 希望可以把那个 彗星一击打出来 吃了两个红族 我刚才 24% 再加上自己的 潜能点的 18%吧 我应该是点到了9个 9个 9个灰心 还是8个灰心 啊 那个炮机 咱们 竟然在普攻的时候 才爆 有没有搞错 297万 nice 这个普攻战队 这样子啊 这样子组战之后 拿去打那个热斗巫钻 也是可以轻松打啦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给它全力的敲下去 下一回合再开 倒计好了 加工倒计 这边加工倒计 开的不是太平凡了 就想要看着它们慢慢的打 蛮爽的 各种形态的图 通通都有 不过这一招的话 我就会有一点点微妙的情况 它整个画面感觉 有点不太顺畅的感觉 它吸收中极物贩之后的 变身 诶怎么回事 又是 那没关系啦 噢噢 不如吗 不如吗 明白 脑袋 哦哦哦 哎呀 怎么不转过去另一边呢 我想要吃多一点红猪诶 好 这样子好了 打底是有两颗啦 两颗 两颗不错 可以可以 诶就是这样子 应该可以轻松扛啦 扛6万9 然后下一回合血量就补回来 550万 超猛的有没有 320万 爆击出来就是不一样 好爽 390万 开了两个加工到 就平均300万以上的伤害了 解定一说平均400万 这一对 超级猛的吧 这个赛鲁就不算进去了 这些捕住角色我们就不要把它算进去了 它就是个坑 是用来捕住我们的强者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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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可以满气的超维扎 这边是轻松接招 轻松接招 轻松接招 好 还蛮爽的 891万 好高 而且这一只好有的选择是开山路 可是它的叠攻叠方式没叠很久 没叠很久 在两个加工倒计 再搭配上50%的补助 890万 强到一个 一个不可思议的金币 哎呀只能吃到一颗红猪 好烂 没办法 加工倒计还是有力 完全没有伤害 硬到这样子地步 不过到了这个情况基本上 攻击力是不会开更高的上升的 除非是有当场连发两次必杀 那么就还有一点机会 暴击都爆不出来 这个 啊这一只 这一只数数的这个比特扑 其实是蛮意外的 是特别好用的 在这个扑堆里面特别好用 攻防能力都相当的优秀啊 红猪不是很多 我还是想要想办法留红猪给那个 技术的 也不过回合数好像 不太够的感觉 如果是以用来挑战那个 回合数的话 下一只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啦 小服 还是打完旧王神服 就是最后的 我也不记得 三连发好爽喔 这种 这个老实说 这个去年的全世界同时CP出的 这两只角色 最大的卖点就是 不但本身的机体能力够强啊 而且还有 还有激励出到三连发 真的是很爽 OK 最后一只了 那么就 我有吧 一二三四 四颗 四颗 红猪 再加上克属 看你怎么死 OK 应该是刚刚好二十回合可以结束了 五百八十四万 四百二十三万 四百二十三万 这个一下暴击下去 好爽喔 四百三十万 好高好高 这一只隶属的变身普屋 我目前是只开了一路 五百五 这一只的话 一三等级我都没把它练满 痛痛痛痛痛痛 然后血量就回满了 喊完痛然后血量就回满了 超级轻松 OK 下一回合 又是多多的红猪啊 可是应该要在这一回合打掉吧 不然就超过二十回合了 我想到这个 去打了那么久 再来 没有 没有第二发的 必杀接着去 超可疑 哇 不过攻防表现真的是很nice 再来 一种确立的连击 我感觉我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普屋好像都不怎么连得出来 这个提普 我根本是吸收 糟糕 回合数好像超过了 My God 重点就爽了就够了 好 就这样子了 应该是最后一区 最后的嘴炮了 哎呀 那个布马 结束了他的那个加工 没有到五百万 我还蛮喜欢这个嘴炮的 很有趣 OK 普屋战队就是猛 是打很久啦 怎么说呢 他们的平均攻击力就上限 上限的那个高度就大概在五百万上下啦 四五百万这样上下 变成整体的攻击进程来说是蛮慢的 反而速度还更快 我已经打了 我已经慢了 结果还更快 二十一分钟就解决了 魔人扑打魔人扑 好爽 OKOK 真的是太一页了 这一支真的是超超超超有用的 而且这支的话 其实主进魔人扑片 可能跟利双人搭配 用来打这个破坏神集结的关卡 现在也是应该是蛮好用的 之后可能可以拿来做尝试一下 我可能会拿来做尝试一下 好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JAMATA NEE